字幕作词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库龙腾 我来自杰克 我是Benjamin 我是德国人 我们今天在白零高中 会拍一下 一起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两颗颜色 非常好 两颗颜色 我会给你说 有一个秘密的帽子 它是很长的 它是600岁 它仍然僅僅僅 它会不会再改变 我要问你 多少个人来说 你认识吗 好 谢谢大家 欢迎你来 班杰林有准备了一些问题要问同学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踊跃的举手回答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班杰林给他一个欢迎的掌声 我是班杰林才一直介绍 我们是德国人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会讨论一下德国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 有些东西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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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一个有名的运动 你觉得 你们觉得在德国有 任何运动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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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咱俩 同学 吃东西 对 最多人的看法 这就是一刻 每个德国人都记得 因为这就是2014 最后的军事 每个德国的食物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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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好吗 就是 来 阿里达 有想会吃 对 你寶吾 非常喜歡 我們吃東西因為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 或是任何的限制 那我的連結這個問題想要問 想說我問問答你得我嗎 誰叫我問答我 那我問答我 菩薩褲子 Ready ok Is it that delicious? It's very very tasty It's so hot like Ok guys 今天 主人要請 各位同學掌聲 再次感謝 各位同學掌聲 是七年五班的同學 我叫楊喬君 有 我有遇過德國人 然後我也有去他們當地去 有學習差不多一個月 去超微遊玩一下 去德國當地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當然就是他們的車子 他們就是德國都是產業大國 還有當然就是捷克他們的 對他們的城堡 他們的美景 還有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居然不知道 愛迪達居然是德國的牌子 我用了這麼久我都不知道 有啊 最有趣我就是覺得 捷克人居然敢吃兔子 他們有一道是兔子 就是讓我很驚奇 就是因為 這可能就是文化的餐飲 有的國家會吃我們 有的國家不會吃的東西 所以就覺得這個很特別 我是新年級的同學 我叫陳薇凱 沒有 捷克我比較不熟 德國人我就是 比較熟的就是 豬腳跟啤酒這些的 還有一些汽車品牌 就是穿了愛迪達這麼多年 我們到現在還知道 他們是德國產業 然後還有就是 以前也不知道 Posh是德國來的 就是捷克會吃兔子 這個方面 就覺得很很奇特 會 會 所以待會團的速度 自己擋過 現在你要太快 先習慣一下 可以嗎 好來 好來 我在五中的時空 我的老師 平台 解釋我們 為什麼要 平中 所以 我覺得 我們老師真的很好 因為 我們就去 踢足球 來測 然後 我覺得 很開心 啊 很正 我先跟我測 我來測完 我來測完 我測完 這個也是高中的 老師 我 我 教 同學 那 現在的同學 其實發現 那個 平中 因為我們的 能力 真的有很大的 幫助 所以 我 有 有 我 我 我 在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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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第一次来白岭高雄 我觉得是很大的肉 比我德国的高中大 我觉得这个高中也有比我家乡 在德国家乡的高中有多小生 我记得这个负责人告诉我们 白岭高中有差不多两千学生 所以这个真的很多 第二次我觉得 他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很多 也有很多这个学校有很漂亮的地方 有在中山有画画 所以这个很多很就是一个很快乐的环境 有很多新剧的事情 我的报告是关于很整张的话题 因为我知道他们比较年纪 他们的年纪是我觉得六还是七年纪 所以他们都差不多四十三岁 所以可能他们还没 他们的他们还不知道那么多 而关于德国还不知道那么多 所以我问他们比较整整的问题 比如说你们知道德国最有名的运动是怎么样 所以我问他们这个问题 有很多小孩子他们知道 他们想跟我应答 所以我也带德国的糖果给他们 哈利波这个德国的糖果 所以这个环境都很热烈很活泼 所以非常非常喜欢 非常好的经典 我只是上一个白领高中的课 这个课是运动课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然有一个差别 在德国可能不是上课的内容 因为小学生他们跟老师一起梦想 这个才不过 我觉得我不记得 才不过有这个梦想的活动 我也觉得这个上课的环境也很快乐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小的学生 所以他们也应该放松一下 可是可是有很多都很好都很厉害 第一个学生 我觉得台湾的学生对老师比较有礼貌 我觉得在台湾的学生对老师也是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工作 在德国也是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工作 还有可能在德国上课的德国学校的环境 可能还比较活泼 因为德国人 如果你说错 如果你说不对的东西 还好 没有人会批评你 可是可能在台湾不大 你当然应该说对的东西 在德国可能没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也说错也是好的东西 因为你这样可以学习 我也觉得可能在台湾 大部分当然都是台湾的 都是汉人 可是在德国其实特别在我的家常 在德国的西边也有很多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文化的学生 比如说比较东边的欧洲 还有土耳其的学生 所以可能文化的环境也有比较多元的文化 所以是第一次那么多 面对那么多学生 因为我以前只有跟大概三十多大学学生分享解课的文化 但是我来的以前我觉得有一点紧张 但是然后我觉得比较舒服 说话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是老师 所以 那 我很喜欢跟别人分享我的文化 因为我也喜欢学习别国家的文化 所以我也喜欢分享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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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白岭高中很像我自己的一圈学的高中 因为那个建筑很强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高中比较大 我们的高中可能有七百八百多学生 这个比较大 然后我也觉得他们的地点很好 因为在附近有很多很多大自然 老师我就认识那个体育课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他很好 因为他真的喜欢他的工作 然后他也对学生很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生互动的时候他们叫害羞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用英文做那个报告做那个演讲 所以跟本比起来他们比较害羞 因为本用中文 然后他们比较活泼 我觉得比较会回答 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跟杰克学生 我觉得很像 所以这个体育课的确是我离车看过 所以跟杰克的经验比起来真的不一样 因为不行的是我们的老师 体育课的老师常常有一点懒 所以他们就让我们玩足球 玩棒 不太玩棒球 玩足球 玩篮球 这样 然后自己坐着看我们 这样 那这个老师我觉得他真的教育学生 他帮他们的生长 然后我觉得他帮他们 他看他们 如果他们很紧张 他帮他们放松 我觉得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对台湾的学生 国中的学生压力真的有点太大 所以很好 其实是很好 因为他会帮他们 学 学怎么 学怎么 怎么放松自己 所以我觉得虽然对台湾的学生的压力比较大 但是他们的个性还跟杰克的学生很像 因为我觉得比方说 我看过那个年轻人的女生 她们很喜欢在一起聊天 然后笑很大 笑大声 她们成长是这样 对 她们成长是这样 对 她们在一起聊天 对 我看你 dropdown 她们想到 她们她们 感谢观看